哥们你是铁头王吗 你买啥宝马I5 还买个大顶配的宝马 咱买燃油的哥 我给你算笔上啊宝贝 如果说一台宝马I5 跟宝马5系的燃油版 同时开三年 电动宝马5系 它比燃油版多亏十万 咱可不可以现在买个燃油版 再预知一下你要多亏的十万 买个燃油版的宝马5系 咱买个大动ID3呢 这不让你做想其成了吗 现在宝马I5也没多大优惠 根本就不是炒底的时候 但宝马5系快回到六月末的行情了呀 咱总是一向下拍摄网上你能看到 宝马5系现在按揭露第33到34万 虽然是低配的525长轴 但是你想过没有 它是今年年初刚上市的 纵观宝马十年以来 政治往前翻20年 一款新上市的车型 还有说半年不到 就开始给你们价格打骨折的 如果你当下考虑二手的BBA的电动车 你也沉淀沉淀 你先在2024年年底的行情来算 燃油车能折10%的跨年折损 电动BBA起码得折20% 电动BBA的折损得比燃油车多一倍 明年估计还是百花齐放 何小鹏何总都说了 明年上年才是真正的新能源车价格战 到时候价格战人脑袋给你打成狗脑袋 再去朝底捡漏你喜欢的BBA电车也不迟 再就是油改电那几个烂氧的 你尽量别碰 都给它推钩里 马上2025年了 再过两年固态电池满街跑了 太整那几个油改电 疯了吧你 OTA升级不了的那几个烂货 除了一个标除了一个牌子 能给你带来什么情绪价值 同意的打同意 还有什么问题打出来 我给你回答的明明白白